好徒儿 好徒儿 快出来啊 在哪儿呢 你谁不来了 阁下司创王府 亦与何谓 我来找我徒儿呢 你快让他出来见我 朕南王府力 哪有你的徒儿 还不快退去 四弟 快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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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样 四弟 没事 老四叔 快出来见我呀 你在哪儿呢 你是谁啊 我徒儿呢 给 老四叔的正确 你果然在这儿 走走走 再下段振纯 段云是我的儿子 他什么时候拜你为师了 爹 他硬要是我为徒 我早就跟他说过了 我拜过师父了 可他偏偏不信 你哪儿让过师父了 那你让那人过来 跟我比上三招 你信不信 我一定先掐他的脖子 然后再带你回我的安排 接我的皮膊 好 他若只比三招的话 那便不用我师父出手 我自己来接便是了 月儿 爹 我再带你回我的安排 我们有言在先 倘若三招之中 你打我不打 那便如何 那我必是你当师父 月儿 莫要胡闹 这等山野匹夫 不必多加利回 侍卫听令 请问这个犯嫁狂徒 是 诸位少长 让我接他三招再说 月老三 我们把话说明在前头 倘若三招之中 你打我不打 你便去拜我为师 拜师之后 师命不可为 我叫你做什么 你便去做什么 你答应不答应 你都这么说了 我答应答应了 如果你要是出路话 你也要拜我那师 你又不会什么功夫 逞什么能啊 晚辈别急 我自有办法 既如此 你动手吧 果然是我月老二 开神的好度儿 那我便就不用内力 就不断欺负你了 这 你什么时候会对这等奇妙武功 难道之前都是骗我的 不不不不 我也是近日 近日才学会的 我之前真的不会 好啊你 你竟然瞒着我 叫了月儿这等奇妙武功 喂 月老三 你三招打他不倒 赶快磕头拜师 我不过 他刚才没打仗的 真不断 爸 你要脸不要 你说过 若是不拜他为师 便是乌龟儿子王八蛋 那你倒是要当 乌龟儿子王八蛋呢 还是拜他为师啊 我什么都不做 我要跟他重打 月儿 咱们大理的段氏子孙 哪有碰到强敌 林郑退缩的道理 伯父 我害怕得紧 只怕是不成了 你不会打人 你要利用你的步子 上前去拿他的穴道 好 快去打过 你伯父教得不错 好 走 走 走 月儿 你的步子要满一半 大胆地迎上前去 拿他胸口的穴道 伯父 那不成 按伯父教得去打 快去 月儿已经跟他过了六十余招 断世由此加儿 你还嫌不足吗 娘 月儿 月儿不用打了 月儿已经赢了 凤华 你不用担心 我保证他死不了 你 娘 你放心 我应该是可以的 孩子 端狼 没事吧 端狼 没事吧 月老三 我看你是当地乌龟儿子王八蛋了 拜师是不肯拜的了 我偏偏让你猜不到 这个我会帮忙的 我月老二是不会当的 拜师就拜师 师父 月老三 你拖得远啊 给你磕头啊 不磕头 别跑 孩子 我赢了 师父 我送你个见面礼 这四大恶人 着实刻骨 单尘赌城 速速把人抬出去 妥为安葬 并对其家人厚加抚恤 是 是 段狼 你收的徒儿也岂有此理 下次再见到他 非让他吃点苦头不可 我这次侥幸得胜 权杖着爹爹出手相助 下次若再遇到他 我的心也怕要被他挖了出来了 还有什么本事让他吃苦头啊 月儿 过来 伯父 你凭什么让他跪啊 跪下 你凭什么让他跪啊 跪下 我问你 你的步伐啊 从何处学来的 禀伯父 孩儿是从一个山洞中胡乱学来的 山洞 是 孩儿在外 因无意间顶撞了吴亮山的弟子 被人追赶 所以跌入了吴亮山的深谷 未谋出路 就闯进了一个山洞 偶然间发现了一个 上面会有步伐的卷轴 孩儿前些日子 因为沉迷于易经 见到卷轴上所绘的步伐 似于易经八卦相对 于是 便这么学了起来 还是我们悦耳聪明 起来吧 你这步伐啊 确实是从福西六十四卦当中 演变而来 辗转腾挪着实高明 我看啊 这里面还隐藏着一门 上乘的内功 月儿 你再走两步给我看看 是 好极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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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月儿 你这个步子呀 确实天下无双 你遇到这么好的机缘 一定要好好把握呀 孩儿知道了 谢谢伯父 你们一家人难得一句 今天你要陪你的爹娘多喝两杯 嗯 孩儿知道了 皇后 我们回宫吧 来人啊 百嫁回宫 臣代公送皇上皇后 公送伯父伯母 你这儿 你这儿 你这儿